我就是平时比较喜欢看快熟嘛 看那些他们网红寒卖了 或者其他的 就是在他们直播间看一些他们那些动态什么的 就是管住他有好久 看到这个人挺不错的 说话干什么 唱歌也比较好听啊 就一直在管住他 管住有大概半年左右到以前吧 他突然就是发布一条信息 通签然后就可以直接拿利息 还有那个原信 王先生说他平时比较喜欢看一些直播平台 一年前他关注了一个名叫MC娱乐的主播 前不久 这名主播在直播时发布了一条诱人广告 只要说你是年满18多岁 有支付宝 满足任何一样的话 就可以说做咱们的兼职 咱们的兼职呢 每个月呢 最少也能赚三千七弟 往上不止 每个月一般的几万都能赚个五六千块钱 这个月只要参加的朋友 加入这个兼职的朋友 娱乐呢 都送一部苹果手机 外加双倍利润 不要上班只要投资几万块钱 每个月就有丰厚的利润 听到这里王先生便动了心 台就这个王红 比较就是比较活在晚上 感觉台他们这种 不会缺钱的感觉 偷楼有四万块钱吧 第一次烦楼一个月烦楼几百块钱 但是只后中留了 然后在下练一场的时候就练不上了 他直播剪刑就管了 心里边就感觉就是可能被骗了 苏珊派出所民警接警后 很快锁定了位于黑龙江的网红主播杜某 经审讯 嫌疑人杜某的确是一名网红 他在2010年就从事网络直播 粉丝一度高达一百多万人 2012年开始 他便通过某直播平台 发布虚假投资信息 诈骗粉丝帮他在网络借贷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受害人涉及全国各地 涉及人数众多 7月26号 嫌疑人已被徐州全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